东方华语电台 每个星期四呢 前面有十几分钟的白话佛法 今天呢是2014年7月31号 星期四 农历是7月初五 好听众朋友们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8月10号 在好市为市政厅 星期天8月10号 一点半 台上准时开始有一个 大的那个悬疑中枢大法会 欢迎大家赶紧到东方电台拿票子 已经拿的差不多了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学佛人 应该怎么样 发菩提心 那么很多人说 发菩提心 首先就要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坚定不移的 要懂得救人 要懂得 不管在人间碰到什么事情 再艰难 再艰难 我也不变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坚持得来的 一个人 能够坚持的 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 他就是一个好人 如果一个人 不能坚持 改变自己 你就不能得到 更多的 智慧 所以 我们经常讲 我们经常讲 妄念 来了 烦恼 就是在没有做的之前 就把自己的妄念 斩断 这样 你就脱离了 烦恼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 办公室里 突然之间 缺一个人 一个科长或者处长掉走了 如果你的妄念一起 哎呀 我应该做处长啊 我有这个能力啊 这个时候 你马上就会心跳 你马上就会觉得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啊 然后 我就开始 准备做很多的努力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 你就没想过 同时 几十个人 都在想做这个位置 你 只要一起想做这个处长 你马上烦恼就来了 你的烦恼来了之后 你怎么样 能够坚持 要有正确的思维 想一想自己 能不能坐这个位置 如果不能坐的 马上就把贪念去掉 如果是顺其自然的 你就应该 好好的去努力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 做事 首先 要懂得 修菩提心 才能发 菩提心 因为你心中 没有菩提心 你发也发不出来 就相当于一个人 没有功德 拼命地说 我要给大家功德 所以 所以学佛人 要懂得 心念 要控制好 我的心念 到底是善 是恶 这就是你的念头 当一个人 只要心念正 你的灵魂就正 心念不正 你的精神不正 灵魂就不正 所以 真正懂得做人 懂得做事情的 很多的学佛人 实际上 首先第一 不是自己的 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去想 这叫 指望念 能够做到的 也要懂得 吃苦 方位 学圣人 所以 一个人 在人间的痛苦 和难过 愉快 实际上 都是由你的心 发出来的 你的心 今天很正 你 做的事情 会很顺 如果你的心 不正 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顺 所以 为什么 很多人说 他能做得好 我做不好呢 因为人家心正 而你有目的的 那么 为什么 有些人求佛这么灵 有些人求佛不灵 因为 别人 为 别人在求很多事情 不是为自己 可以为自己 但是 要 多为别人 这就是 境界的提升 和 不提升 的问题 所以要铲除 心垢 就是心中的物垢 你才能提升 心性 你才能达到 佛所要求众生 做的 叫修为 所以我们做人 不能丧失自己生活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很低 可能我们一辈子会成为别人的奴隶 成为自己私心的奴隶 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人生目标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我们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救度众生的弘法事业当中 我们要懂得要圆满 要佛性 我们如果这辈子不修 我们不知道哪辈子才能修好 一个人为了别人活着 他活着有尊严 有目标 他就是人间菩萨 一个人整天的为自己活着 他最多是调养自己的身心 但是他也会终有一天 身体也会垮了 精神也会腐朽 所以因为生命实在太转战了 想一想我们这么有限的生命 这么短的生命 想一想 我们过了多快 我们现在已经几岁了 如果我们心念不正 报应 素质很快的就到了 修心就是要修念 所以正确的心念 才能有正确的学佛 在学佛的修心 达到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做人 一定要懂得 要把自己的心定下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直觉得 这是菩萨对我们的考验 这是世界 人间对我们的考验 讲到底 就是你在人间吃了这么多的苦 你有没有对菩萨有信心 你今天 如果想通了 你就觉得菩萨在救你 你今天 想不通 你就觉得菩萨离你很远 不会来接你 不会来救你 所以 一定要懂得 我们的信心 是学佛的根基 我们做人 不管什么性格 都是来救度众生的 我们做人 不管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要成为一个 对众生有益的人 师父经常告诉你们 大家 闻到佛法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 更要懂得 怎样修心 想一想 人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人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恼 烦恼 懊恼 人间 让我们天天活在 欲望当中 天天要得到这个 得到那个 最后 自己 就被这个和那个 失去了 更多的 正常的理性 所以 我们不能 让自己人间的 思维 来停掉 要相信 观世音菩萨 要懂得 要有定念 什么叫定念 定念 就是能够定下来 什么叫 纸念 就是 真正的定得住 你连念头都 没有 你就是连一个欲望的念头都没有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们不去想很多的事情 我们活一天 我们就会很开心 一天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不去想很悲痛的事情 不去想过去小时候 别人欺负你的事情 不去想你小时候那些痛苦的经历 实际上 你就是把过去的事情 已经忘记了 已经止住了自己难过的念头 小时候明明很不开心的时候 事情 一想就不开心 所以不想了 你就停止他 去有这个念头 你不就是 让他这个不好的根和因 随着时间就消失了吗 所以希望大家 想一想 每一个人都要懂得 我们的不好念头 一定要把它制止住 我们不好的心念 一定要停止 人不能活在痛苦当中 不能活在回忆当中 真正活在回忆当中 和痛苦当中 你将损失的是智慧人生啊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拍画佛法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那么接下来台长就给大家继续做我们的悬疑中述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